早安 今天是2021年8月29號 我今天也要出去辦事 不行 一定要把早餐控制在9點以前 就用餐完畢 從前我比較會慢吞吞 所以通常就早午餐 會搞在一起吃 那現在呢 我今天早上 就有做超慢跑的運動 還有整理家事 那Fifani的早餐 我們很多歐洲經典的影片 我們也看了 文學小說在我外國語文學系的時候 從北歐文學一直到歐洲文學 英國文學 Shakespeare 然後到希臘的文學 希臘的神話 還有詩 從美國的20世紀 以沒有等開始 然後白金記到海明威 然後一直過來 所以腦袋裝了太多了 太多屬於 那些詩詩詞 那再回頭想 我們高中時代的古文官職 小時候背的唐詩送詞 哇這些腦袋 其實武士運動啦 OK 然後 所有的這一些過往的事情 都要歸零 Jero 讀完就算了吧 因為我們每一趟的呼吸喘氣 就好幾萬個細胞都要更替 然後要健康起來 所以我雖然也當過英文老師 也當過鋼琴老師 也幫胡志強歡迎過古根和資料等等 但是呢 那只是一種 income 時間交換 那我在這一輩子裡面 有的人說 我應該是不會賺到錢 但是我會留下名字 那也是神奇啦 因為我爸爸媽媽還真會取名字 給我名字叫白露 Morning Dew OK 早晨的露水 所以 我有帶過鑽石 但是游泳也會讓我游掉 然後我也在草地上做早操 也把它弄掉了 但是我回頭去找 因為那是一個紀念嘛 我心裡也會著急 然後我會去找 哇 草地上好多精銘的露汁 因為一大早嘛 做完操 然後回頭再去找 我覺得說 上帝已經給我們這麼多了 還有天上的小星星 那我在游泳池 游掉了我媽媽送我的東西 我媽媽會安慰我 那是身外之物 可是呢 外婆留給她的一些 給我們的一些獅子 就是寶石喔 還真的是寶石 是日本時代的工匠 磨出來的 我也給她弄掉了 那後來呢 我因為有乾媽 她是一個女醫師跟我爸爸 他們都留學日本 那我爸爸不是學醫 她學農 那因此呢 她 會到北歐去做女醫師醫學大會嘛 然後她會帶回來 皮包 皮夾子兩個 一個給王倩宇 一個給烏白露 然後她就會 讓我的思維 有很多的歐洲的想法 然後她說 歐洲很多人也不帶真的東西 不帶真的金子之類的 台灣很多太太們喜歡 然後男孩子啊 穿黑衣服的啊 好多都喜歡畫很重的金石 那我呢 我們家可能是一定一種傳統 我們是祖先都是做農的 那我今天擺上我的感謝 要開始我的早餐 那待會兒的五分鐘 我想要念 我以前發表在雜誌上的小閃文 這也畢竟是 我必須要去做的 我們會讓大家去看 找到那個人 也有些人 想要拍攝 之後 我們會和我一起拍攝 快點 那我來aina 師傅 你不思議